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湖南李陵人 1967年患急性脑胃炎死亡 死亡的时候 死亡之后 何家人按照当地的习俗 把他土葬 37年后 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何家 说自己就是37年前死去的何孝萱 我们先找他老何 不仅如此 他还找到了何孝萱多年前的老伴邓志兰 并和他生活在一起 死亡37年后 死而复生之说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为了了解37年死而复生的真相 记者来到了老何和邓志兰居住的小区 老何和邓志兰的事 显然已经成为了邻居们热议的焦点 不过整个居民区的人似乎都认为 这个说法十分荒唐 根本不可信 你一时把他年纪给他跑去 你不是下个男子我来拉着不太人说了 我的筋链骨 我都筋了手就对我 我都到我 你还蛮臭的 我都要不年纪啊 我的预纪是安 我看他男子 我看他男子 我看他年纪是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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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年纪是年纪是年纪 在邻居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了老何和邓志兰的家 见到了这两位当事人 这位是邓志兰 这位就是自称死而复生的人 在邓志兰的家里 记者发现了老何的一个病历本 其中姓名一兰用的是何孝仙的名字 而年龄 舔的是81岁 但从外貌上看 老何最多也就60多岁 他真的是死而复生的何孝仙吗 在外面上掏个腰盖 我叫他们外人 我记不到了 我现在真正打了都是空白 我许个人发生 我也不许个人进 都搞不清 你是怨火的人 别人把我的人 我的人咋我自己 我的人就把我扶起来 这是两个男女把我扶起来 也是个天不明亮 把我扶起来 我都搞不清方向自己 搞不清就暖得了 你觉得你好好吗 你觉得你好好吗 你觉得 我的青年生 还有长年 你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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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车 帮车先买东西 开车坐在一起 我帮他们 帮大家买东西回来 买了良术啊 帮他们买东西 我带兵 我都是在 在乡 我在那里待了几天,回来,回来就不好,不好过不。 你在那里搞什么事,你是不是去新鸭地去那里科德外国? 那时候回来,开来,开来,开来,都没来回家,他都没来回。 你说,你现在来搞什么事,你搞什么事,你怎么想起来? 你又拿着那个,他给大家自己,所以给大家去,搞什么事情? 那里科德国是有什么? 他把他们转道去,才对来的。 什么时候就来的? 他们觉得带来,联系走,好像是,那里是他们的公司,那里转移的机车。 去了解,邓志兰的丈夫何孝仙的确出生在1927年, 并于1958年从部队转移到了当时的李灵市人尾汽车队,从事采购工作。 在那里工作了九年,直到去世。 尽管人们都不相信何孝仙死而复生的说法, 但邓志兰却认定,老何就是自己死去的丈夫,何孝仙。 我先不说,我先不相信,我先刮酒的,我先说, 我先刮酒的,我先刮酒的,你会打死,你会在门子呢? 他们人的脾气,现在的脾气是脾气。 这边是我父亲 这边是我母亲 因为老何对何孝仙的情况非常了解 邓芝兰确认老何就是他死而复生的丈夫何孝仙 他们两个人不仅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而且邓芝兰还要求有关部门为老何重新上户口 在申办户口的过程中 因为老何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身份证明 所以这一要求被有关部门拒绝了 于是老何和邓芝兰来到了何孝仙生前的工作单位 李灵市人为汽车队现在的公交公司 为老何申办户口的心愿能够实现了 面对死而复生的何孝仙 昔日的老同事又会作何反应 在听到死亡37年的何孝仙死而复生后 何孝仙当年的老同事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经过一番辨认之后 老同事们一直认为 眼前的这个老何根本就不是他们曾经的同事何孝仙 死而复生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你没有一个无稽之谈 还有一个 一个两万新 九个花还不是九个花 九个一九个花 打三千秋不选哪个花 这不是 你没有也不是 我认的我 我认识我 你人生 我问了个人就不知道 我人生 我学生 解脱个事 太别多 回家的还有更再回来就是最大的暴动 喝清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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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清五个喝清 都是我们父亲还发了一个呗 一个人在吃清四个喝清四个喝清五酒 medios 里面有一个葡萄的这很多别用你们帮你爷那次找你 给到北家了 他们在说ible这些一 Caitlin 李宗清一二的里面 省左这些喝清一个汕清五 nuestro 你 founding在 tasted吗 他让我去服务 我还不服务 我摸一样 先认个到一个队中 我都走 我走了 我死了 对于老何所说的从棺木里出来之说 老同事们也认为根本不可能 你是好 你种种那个OBC 都是我每个学位 老母亲说 你有老母亲为我钱 我现在来 他点子点子 我现在去到锁锁 他点子点子 但对于老同事们否定老何身份的说法 邓志兰和老何都认为其中有内幕 先是承认抢霍小仙 只是各自来了 不会立定口音 他如果立定 如果霍小仙那会立定口音 各自随便怎样变化 要会立定口音 各个单位请了掐班的话 就公罪来个推翻 按照邓志兰和老何的说法 公交公司是担心承认了老何的身份后要付出一大笔经济补偿 因此背后操纵老同事们集体否认老何的真实身份 邓志兰还表示 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都相信老何就是死而复生的何小仙 主要是哪一笔经济落 你觉得对您有点人有点人有点人的 主要是哪一笔经济落 不懂得有冲骨影 因为除了对您 physique 还有三笔经是由你生 而对于老和外形上 与何孝仙的差异 邓志兰也有自己的解释 尽管邓志兰有自己认定老和的方式 但他所说的那些却无法令人信服 显然死而复活之说根本没有科学根据 其次老和与何孝仙的长相有很大差异 年龄身高都不一样 另外老和不会说李玲方言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 何孝仙得过脑膜炎 那么老和呢 根据有关资料 如果脑膜炎没有被治愈 就会留下后遗症 比如癫痫 肢体瘫痪 智能障碍等等 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但是这些症状老和都没有 在和老和的进一步交流中 记者发现 这个自称死而复生的老和 不仅没有任何智能障碍 还十分聪明 老和的这台电脑 是他自己配置的 共花去了三千多元 老和不会打字 他还特别为自己 配了一个手写板 在电脑里 记者看到了老和的自传 在自传里老和并没有把自己称作何小仙 而是化名为何林 除此之外 老和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 何欣 从老和的自传内容来看 他的思维和条理都非常的清晰 不可能有脑膜炎后遗症 显然老和根本就不是三十七年前 因患脑膜炎而去世的何小仙 那老和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对何小仙的事了如指掌 三十七年死而复生之说 该如何解释 为了更多的了解死而复生之说的真相 记者来到了李林市江源村 因为老和2003年第一次露面 就是在江源村 自称一百四十岁的 老和从此就在村里呆了下来 但村民们对于老和的真实身份 却并不清楚 尽管不清楚老和的底细 但听说村里来了个一百四十岁的和尚 还是有不少人找上门来 要拜他为师 邓之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邓之兰已经六十七岁了 经历了两次婚姻 何小仙是他的第一任丈夫 六七年 丈夫病逝后 他带着三个孩子改嫁他人 几年之后第二任丈夫也病逝了 因此村民们纷纷议论 他有克服命 从那之后 他再也没有结婚 并且 开始欺佛 邓之兰拜老和为师后 每天白天到他那里学佛 晚饭之后才回家 渐渐的老和开始送他回家 两人的关系随之发生了变化 丈夫三十七年复活之说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大乖以后 你找的老公子 老和成了邓志兰死而复生的丈夫 并和邓志兰生活在了一起 这一消息 很快传到了邓志兰的子女耳中 去世三十七年的父亲 竟然死而复活了 看着父亲一向长大的儿女们 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件事 他们开始反对母亲和老和来往 我们十年前就跟着我母亲讲了 要再长一个半 她不同意 我母亲也就得到 她姓佛 所以这个是我们 她很高 我母亲不可能 我这个人是假的 不是我的父亲 她姓她 她才来一百多岁 你相信吗 她也相信 她会说什么 很多福利 她也相信 后面的人 我父亲死后 在那个房屋里面 她也相信 一个是更长的 我非常欢迎 我们的时候 希望我的母亲 人们的书人 看着母亲的工作做不通 子女们就把矛头 对准了老和 那个胎子 那我母亲跟着走 她已经早过一三 走过一次去过哪里 会走 邓志兰认定 老和就是死去的丈夫 何孝仙 这让儿子和海 感到非常的无奈 去看我母亲吗 她我的情况 不是很多很多 因为为什么 我都不喜欢这个老头 你看着她 看着她 看着她 她的心里就不是 她在那种欺骗上 就是除此之外呢 您平心而论 她对你母亲怎么样 平时在生活当中 平时对我母亲 应该说是还是 还是还是算可以 尽管邓志兰的子女们 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为了母亲 他们还是默认了 老和的存在 并且给母亲在李林 买下了这套房子 在邓志兰的儿子谈来 老和接近母亲 完全是有企图的 死而复生之说 根本就是骗人的广播 老和之所以对父亲的事情 了如指掌 完全是从母亲那里了解到的 事实的真相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 这个老和有过多种身份 140岁的老和尚 电器修理工 81岁的何孝仙 还有就是自传作者 那么他的真实身份 到底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死而复活呢 为了揭开老和的真实身份 记者找来了心理学家 与老和进行直接对话 20143月 还没认识韩色 还没认识韩色 没有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的预传 那时候就是别人跟我介绍一个 一个雨的 别人给您介绍了一女的当时 就是韩国成个家 那个雨的有一大雨 有一大宅 雨的也嫁了人了 宅也结了婚了 那个雨的当时那种48岁 那是多久了 准备结婚了吗 没有啊 我和他两个认识 他能够到他家里面去 起点儿的意思 我婆婆都说 他的暖家呀 家里面的人不要 别人都要去 你看他有或听或觉 好像有神灵扎 指挥他对吧 他能看到一些神灵 看到他哪哪的一些形象 在心理学家面前 老和逐渐显露出一些奇怪的地方 这个看似很正常的老和 究竟怎么了 他的真实身份 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的心理测试 将会揭开怎样的真相 为了进一步揭开老和 37年死而复生之说的真相 心理学家尝试 对老和进行心理催眠 我们回到你的记忆 我们做个试验好不好 你按照我的指令做好不好 看我调请以前的一些记忆好不好 因为你说 你告诉我说 你这以前东西不记得了 对吧 不完全记得了 他说呢 我们人的很多记忆呢 可能在那个大脑里面 还是能调请出来啊 对吧 好不好 把手挡开 把手要下垂 你远着一条小路 往前面走 慢 慢 继续往前面走 对 身体很沉重 四肢无力 感到很疲惫了 自己全身都没劲 然后你继续往前走 你看到什么 小心一下 哇 连长来了 连长 连长 你看 叫富贵茶 叫富贵茶 连长叫你什么名字 火销仙 但是我感觉到 你的部队里面 不是叫侯小仙 是叫侯小仙 为什么 因为你来的时候 侯小仙 从来没改功 这老头自我暗示谁 所以说他就会 他在那一个地方 给我自我暗示 我就是侯小仙 我就是死去的侯小仙 所以我要求里面 公安局给我送户口 他到最后 自我暗示 他自己那个本人 这本是真的吗 结果这是我自己的 一个心理分析 他虽然有这个 眼神的精神疾患症的症状 但绝对不是我们老百姓 所理解的那种精神病的病人 实际上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层面里面 他当围的人 不会造成影响 最后记者借口把老河支开 心理学家又与邓志兰 做了单独的交流 你得第一个老公子 这有感觉的 我看他这一件 我看起来看 你现在把私人 事情真的到来 对 以前的私人 对吧 你这个问题呀 他全都不私心 这个问题你们要全员一下 这样子 到了四个数 这一切 我给你们 我对心理学的方法 去打破他这种意识状态 但是当我去 采用一些方法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感觉到会 很痛苦 非常 焦虑 非常 所以我对心理学方法 暂停了 我们这个动智 于是他对他第一任丈夫 感情很好 并且他丈夫就突然死去 按照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一个自己很 亲近的人 一个感情很好的人 死去的时候 他往往会 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也是心理防御里面 心理防御机制里面的 法令机制 他否认他丈夫的 这个死去 所以说他一直在想 我的丈夫还活着 两位老人 能够半路相逢 相互陪伴 度过晚年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何事 老何的死而复生之说 伤害了邓志兰的儿女 也无形之中 伤害了邓志兰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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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